好了 站起来吧 站起来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卢君洪师父 我问一个 七八年属蛇的男的 他身体状况 要念多少小房子 他现在的处境是吸毒 在家里戒毒 七八年属蛇吗 属蛇 男的 我告诉你 首先 台长看到他 吸毒很长时间了 好 对不对 对 第二 他吸毒不是自己的 他是别人 引他 他才吸毒的 对 对 对 他命更当中 有些钱财 有点运气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但是人家陷害他 让他吸毒之后 他就会倾家荡产 听得懂吗 听懂了 菩萨化解 请关系 师父帮忙 化解 几几年属什么 再讲一遍 一遍 你别忘了 现在有点麻烦 他现在神情恍惚 对对 在家里就是这样的 天天的 不知道干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身上 看见有两个灵性 一个灵性 一个灵性是你妈妈打胎的孩子 你不要凹啊 你妈妈打过孩子 我外甥 这个是 外甥 你问问他 他自己的妈妈打过胎的 他说没有 钓过孩子的 在他身上 这是一个 要念多少张小帮 还有他自己家里本身 有灵性 因为他拜佛 他拜了很多很多 他家里人 拜了亡人 放在他家里 回去看一下 没看广东啊 他说家里没有 我叫他回去看一下 你问问他 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你们问的人 最好自己了解 他的情况最好 马上就知道 你现在叫他赶紧 叫他自己每天 要念大悲咒和心经 他每天都念的 然后叫他念礼佛 每天五遍 这个男孩子 现在年纪轻轻 我刚刚看到他 走路有点瘸 就肩膀是歪的 人是有点后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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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人没有念经 是他妈妈帮他念经 对他自己不念 对 我告诉你晚上就有精神 白天就想睡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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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对 是这样的 好了 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先给他念108张 然后再继续给他加加加 像他这种病 至少要890张 才能好起来 好 感恩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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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92年 属猴的 女的 只能看一个 还有一个看看 有没有灵性吧 好的好的 92年属什么 属猴的 女的 他也 想看什么告诉我 他有没有灵性 他事业 婚姻怎么样 我可以告诉你 这女孩子长得不错 但是事业不顺 平时有点高傲 对 好像总是看不起别人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事业不顺利 家庭也有点问题 你要叫他赶紧念姐节奏 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我可以告诉你 你表面上看上去 他样子很好 实际上他的身体 非常的虚弱 明白了吗 明白 我告诉你 他的腰一塌糊涂 肾脏一塌糊涂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好了 小房子 49张吧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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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